俗话说得好 上有天堂 下有书航 今天为这位书航先生也去上个电视了 什么谐音梗是吧 OK 但是这位先生他的名字听着确实比较的优美 这位先生他是在兰冲居住 离我们重庆不远 过来出差的时候顺便在我们店里面配了一遍眼镜 他也是在B站上面看到了我 觉得这个小子还是不错的 然后就到我们店里面来配眼镜了 配了之后他说一定要上个电视 所以这里就满足他一个小小的心愿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度数 他这个度数我已经好多年没看到过了 两只眼镜300度的近视 两只眼睛75度的闪光 而且轴位也极其的相似 95 85 两只眼镜的同距67 两只眼镜同时矫正 视力能达到1.0加 他选择到的这一副眼镜 跟我脸上这个一样 FO 他选择的是U13的一个深蓝色 这一副眼镜呢我们给他推荐的 是用的蔡司 1.60的镜片 择瑞的薄金膜 蔡司今年的择瑞 以及他的智瑞 很多嘛 择色率比较低的镜片都涨价了 所以以前蔡司择瑞的镜片是2380 现在变成2580 无形中增加了我们一点成本 因为我们都是送镜片的 就这么一个情况 有几点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他这副眼镜刚好他300度的进去 我们并没有给他做加厚 因为他的铜锯非常的完美 他选择到的这副镜框是47-21 我这一副是49-21 他这一副比我这个小两毫米只有0.5的仪性量 就证明他的这个瞳孔啊 基本上就在我们镜框的光学中心点上面 所以他这副眼镜呢 我们就没有给他做加厚 出来的效果也是很好的 可能屏幕前的很多观众觉得 加厚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加厚 这里我还是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比较像Limber的Rim系列 它的整个的镜片的厚度要达到2.2毫米 那么开槽的时候 深要做到0.5 宽要做到1.0 所以我们就会去要求到镜片要达到一定的安全厚度 按理来说 他这个镜片呢 如果他选Ball这只眼镜 确实我们结合了它的度数以及仪性量 我们最终跟蔡斯也进行的沟通 他这一副眼镜确实不需要加厚 但是如果同样的度数 你选择到这一副Nikolas 如果你是300度 不好意思 一定要加厚 因为上下不够 如果不加厚 起码要到400度左右 所以这种偏圆的镜框 它就比较有优势一些 可以在300度左右就不需要加厚 主要是它的仪性量也比较完美 0.5 OK 我伟大家展示一下它这一副深蓝色的Ball 我这个是银色 我这一支是49 它这个是47 这一副的颜色很好看 戴上去比较沉稳大气一点 而且它是一个磨砂质感的深蓝色 戴上去看它的整体要更沉稳一些 感觉和我这一副也差不太多 但是我这副要比它稍微重一点 因为毕竟我这一副的度数比它高 而且我的情况比它大 好 视频的最后 还是感谢这一位堪比天堂的舒黄 张先生他自己也说了 他这副眼镜还是到我们店里面来取 到时候帮他进行一些调整 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推荐的方式 到店里面配到店里面取 有什么问题 我们及时沟通及时调整 这样子或许才是一副最适合您的眼镜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买高度眼镜找龙叔 品牌喜欢见后多 拜拜